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虛化這件事情 各位可能花了一天的時間 聽了很多DALE相關的方案 也聽到了昨天的消息 我相信各位都很有興趣 那你問我到底知道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才剛買 那你會發現到說 今天你聽到的一些所有的產品 基本上是屬於那種 一個一個的一個使用 例如說你要Sever 就拿來使用 那我今天講的這樣的一個方案呢 是可以把DALE的產品 從Sever Store 網路到Cline 所有的產品都會串在一起 這也是DALE唯一的產品 可以將所有的DALE產品串在一起 就是DALE的VivoSpace 那DALE在三個月前做一個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什麼呢 就是DALE在整個全世界有不同的工廠 尤其在台灣地區我們有13個代工廠 這13個代工廠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在成都那邊有一個代工 也有我們自己的工廠 成都那工廠呢 我們現在進入到工業的四點 因為像今天談到很多工業四點 工業四點主要的第一個項目 就是從10到10 這個作業模式的改變 那我們是第一個 國際的Vender 在自己的工廠實現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實際這個做法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我們的十條的生產線 十條的電腦的生產線 年製造大概有三百萬台的電腦 原本是操作人員是用實體的電腦 全部改成作品群體化的一個方式 它的架構呢是在社會端 它是用我們的R73013G的一個平台 Storage是用我們的Comparant 在Client端 各位可以看到 在Client端的部分 有一個非常小的盒子 那叫ZeroClient ZeroClient它的特色呢 就是沒有PulseClient 沒有電源供應器 沒有作業系統 沒有Storage 在Client裡頭 也就是說作業能源 大概以前在資產線常見就是 作業能源會有使用那台電腦 但是電腦損壞的時候呢 會影響它的作業程序 包括組裝 那如果用所謂的這樣的ZeroClient 如果發生損壞的時候 那基本上換一個新的 那後台是什麼 後台就是Dale的VDI的一個引擎 叫做VivoSpace 把所有的後台跟前台 包括生產線全部把它串起來 那這樣子部署的話 據我們的工廠 Shark Flow的Manager說 這樣子對他們來講 整個成本可以減成50% 那甚至在節能的部分 可以超過到96%的節能效果 這原因就是說 在整個Deployer的部署來講 大量的使用 這個Dale的一個 我們講的零器 這樣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買股票也在看趨勢 那我們在IT Infrastructure的投資 偶爾也沒看一下 就是Garner 就是IT 這些類的東西 我們發現到就是Garner 在提供給我們Reploy 發現就是說 整個國外 因為現在生意不好做 尤其像台灣那麼的監獄 這麼困難 不管是台幣貶值 還有出口衰減 那其實我們 偶爾用一些我們大數據的資料 所以像很多客戶都知道大數據的資料 所以剛剛在評估就是說 現在我們對於這種CIO的設備來講 尤其在商業智慧大數據來講 是目前IT所關切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第二個就是公共有的室友營 我相信今天也聽很多 或public cloud 或是private cloud 這些東西都在自建 但是你會發現到說 像整個頻繁的不斷的興起 你會發現到說 這個mobility cloud部分是相互輝映的 所以造就了1 2 3 這三個部分呢 是目前是大家 focus 一個重點的項目 再來這個黃色的部分呢 是IDC做的Reploy 各位發現到說 電腦的銷售量持續的下滑 我相信上個禮拜的報紙也有做 但是你發現到這個平板 這種裝置呢 不斷的往上升 甚至Apple 他最近做了一個叫iPad Pro 而且也可以接上檔 可以做一種keyboard 慢慢的也許它會衍生一個 桌上型的一個device 也就是說其實都發現到說 當企業裡面 電腦是買氣越來越短越少了 但是平板就不可能變成企業的唯一的使用工具 這個時候呢 SyncConline跟ZeroConline 在整個企業裡面 使用率都逐漸的增加了 那大概平均大概是15%的增長 可能過去各位沒有接觸過SyncConline ZeroConline也許 但是在台灣的一些比較大型的客戶來講 對於這些的產品其實不太陌生的 原因就是說 這幾個部分的一個分析 這是什麼分析呢 在去年也就是這個場子 我們有給客戶做所謂的問卷調查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提 去年是有提 就是針對說明虛擬化來講 客戶的看法是什麼 台灣的客戶的看法是什麼 那針對就是說 台灣的客戶都要做說明虛擬化 不知道部署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就是office back-in-office的環境 因為office的話人多 而且部署方便應用也簡單 所以大部分我們相當用office 那第二個呢 可能就是viva-office 因為我們很多sales在外面跑 它比較快的access到big-end的環境 第三個就是研發中心 研發中心是什麼 各位最近也聽說了 很多什麼大陸的公司 都挖銷台灣的一個高階主管 那這個研發如何做到資料不落地 也是目前台灣製造業 關切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投資的費用 各位都知道說做虛擬化呢 其實它的費用一台變得還貴 各位有沒有概念說做虛擬化 做不虛擬化的話 大概投資是怎麼樣做一個比較的 通常來講的話就是 一個席位 如果我們分當每一個使用者 端到端的費用 所謂端到端就是說 這端包括server storage VDI的Software 包括Conline 平均一個人 大概花費是ROCK 大概來講 在DALE的觀念來看 大概是上半多塊左右 那在我們的問卷調查裡面 其實台灣的優固大概就是 如果我要投資的話 公司也許允許3萬幾個可以 但是你知道嗎 在台灣不少的客戶 他投資的這個順序裡的話 有9萬 三個月前我們做一個保險業 7萬也有 原因就是說 其實如果說你在整個 偷偷手足取來講 如果沒有一個很精確的 或者找單一窗口的做燒停的話 你的投資成分會變很高 那再來就是說 在行業裡來講 哪幾個行業會比較 會比較願意投入這樣的一個作品訊號 第一個就是製造業 製造業就是 台灣製造業 大部分是OE、ODN為主 還有包括設計 那這些東西呢 在商業自... 在這個智慧商場權來講 是非常重視的 所以這個製造業 是比較會著動在這個地方 再來呢 就是金融跟電信 金融跟電信主要是 我們講的個資法 個資法的部分 會比較care 這個部分會比較走比較快 像台灣第一大的電信公司 也是我們的客戶 再來就是說政府單位 那政府單位講的是 National Security 機密資料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 在台灣的政府來講 也會繼續著陸 這方面的一個益用 再而自從收購了 有一家公司叫WISE WISE 各位如果 回憶到民國72年的話 他已經的前身是台灣繪製 然後後來把這家公司 都賣到美國去了 變成WISE Dale的買進來之後 變成Dale的品牌 那經過Dale的整個 市場的Salesforce Marketing這些做法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 成為市場上的領導人的地位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第一 是一個第一名的領導 一個品牌 那在做桌面虛擬化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 你說複雜嗎 也是相當複雜 你說簡單嗎 看起來簡簡單 就是桌面過來而已 一個畫面過來而已 那這件事情上面呢 Dale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以前Dale 比較少跟各位談 所謂的Sellusion Dale他都是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 我要跟你買Hawai 第二個是 多少錢 很多的客戶的印象 是在這個地方 Dale有賣Sellusion嗎 這個是一個問號 還有一些 不是在這個行業的人 還有人不曉得Dale是幹嘛的 我問過幾個朋友說 Dale Dale是做什麼的 也有人這樣子 其實Dale有一些知名度 沒有像HP來講 這麼的深 那Dale在虛擬化裡面 可以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在Data Center的部分 我們可以部署所有的Hardvise 在Data Center 可以運用我們現行的 Infrastructure 像Service Storage Networking這些東西 這是Dale標準的 Legacy的一些產品 黃色的部分就是 你Data Center建好之後 你會Endpoint 你的Endpoint 可以使用Gwise的 不管是Sink Client 或者Zero Client 去做到什麼一個目的呢 資料補助你 還有你的Client 可以容易的 讓你去做一個Maintenance 不會像以前的PC 很多的User告訴我說 我現在管PC真的好麻煩 我上次去那個巴布山 客戶告訴我 系統回復兩個鐘頭 然後他說 那如果機器壞了 他去多久呢 他說機器壞了 教修然後玩修 大概花七天 我不曉得各位 如果電腦的七天 再送到你所上 OK嗎 我相信很多User應該 你的Enduser可能會OK啦 也許你IT也許OK 但是Enduser不見得願意 所以我買了Wise之後 我們的Endpoint也有了 Data Center也有了 但是我有Data Center的東西 我有Endpoint的東西 但是你不叫End to End啊 Dale一直講End to End 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 Desktop Virtualization Software 我們可以把Server的東西傳到Client去 讓Client可以使用到虛擬桌面 這個就是Dale本身自有的一個產品 那接下來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 Dale在桌面虛擬化的市場 我們的策略是在哪裡 其實桌面虛擬化這個東西 有分為很多種類 不同的種類應該是應用在不同的作業環境 有些是在生產線 有些是在研發 有些是在辦公室 有些是在Outside Mobility 它的使用的方式應該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我們的CIO 在座有一些各位跟CIO 你們也可能評估很多的作業環境化 你會發現我為什麼要做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們發現到現在的電腦很了不起 以前是2核 現在是4核 所以過幾年會有8核的電腦 但是你會發現到 如果回到20年前的8核電腦 哇這等於是以前20年前的超級電腦 我一個End user 就用一個8核的電腦以後 哇那了不起 你會發現到每一個End user 他自己有一台電腦 他等於是一個小IT 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跟你在管Service一樣的意思 對吧 那所以像CIO想的方法就是說 我幹嘛不把所謂的End user的CPU 把它Consulted在一起 Memory Consulted也在一起 我的儲存也全部Consulted Consulted在一起 讓我的End user 可以share我這個Resource pool 而且是Anytime Anyquare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做到資料不落地 因為每一家公司都有他的Core Confidence 如果這些東西萬一不見了 或是到競爭對手了 我相信最近有一個做Drain的公司的高層 也被挖過去了嘛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東西會過去 我相信我不講各位也知道 資料不落地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可以Control我的Data 沒有辦法在Local出去的話 那基本上這是一個基本的 透過網路程 我的企業裡面一定有所謂的Name of Security Content Security 或是Email Filter 類似的東西去Control 但是我訪的Mental 如果我個人的電腦都沒有辦法做 資料不落地 你如何去談到什麼的資料安全 那第三個就是節省能力成本 一個人像一般的企業來講的話 買電腦經過通過採購 每次溢價不同的品牌會進來 不同的品牌進來之後 大家都知道做Ghost 你要花不同的版本去做 光是你買華碩電腦 你不同的月份買可能P號不一樣 做的Image也不一樣 那你不是很暈倒 那變成你的IT的人在管電腦來講 如果是單一品牌 留一個人可以管250台300台 如果說你的P號太多了 我一個人可能只能管80台100台 你的能力花費就太多了 所以做水平的話 需要的想法就是 我如果讓一個能力可以maximize 可以管更多的coverage 我剛剛提到就是有一個台灣 就全世界前三大的半導體公司 前四天前三大的半導體公司 他原本是用個人電腦 七八年前 他現在走的原端之後 做了BDI之後 他以前電腦是一個人可以管 大概220台到250台 他現在導入wise的client之後 他一個人可以掌握到800台的client 去做維護 所以這個差異是非常大的 那再來還有一回就是說 B8OD 畢竟Sales是幫公司賺錢的 IIT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是for real basic people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要讓我的sales 可以很容易的透過 不管是什麼樣的裝置 都可以assess到公司的平台 包括CRM 包括財務系統 包括其他的系統 可以做一些應用 這些東西都是RAM 我在做做運氣體化 在CIO的觀點來看 是一個 是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這個 可是你要做氣體化的時候 一定有挑戰 挑戰在哪裡 第一個 成本考量 那今天有個客戶跟我講 你做這個 一杯等一下打開幾年 我說當然會比較貴 因為他有捨核還有軟體 肯定會 所以當如果你要投資說明虛擬化的時候 你的pudence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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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要是往security的方向去走 資料不落地的方向去走 這個成本考量 時間總會拉長 會覺得messence 當然是 如果你是拿來跟pc比 當然不可能 那你還是買pc會比較好一點 ok 再來是 你會遇到一個使用者反彈 以前 nus會告訴你說 我電腦是這台 現在看pudence 你後面傳給我的 那是什麼使用 什麼usb你又可以給我用 播影片 你又限制我 那有一些應用程式 又不讓我下載 很難用耶 然後it就說 oh nus都反彈 結果第一期買了30u 第二期咧 沒有啊 nus說不好用 IT也不敢送案 就有這樣的現象 再來就是 微韻困難 有些VDI的產品 技術門檻很高 有一家公司 叫做線上取行英倫平台的公司 我沒有講延稱 各位可以看一下廣告 他跟我講 在台灣呢 他是用sitris 他跟我講 為什麼用sitris sitris功能做 很厲害耶 而且那個 那個什麼 影音方面 聲音啊都ok啦 如果裡面家的小孩 有上過那一家的話 你可以ok 你可以感覺到 那可是在上海呢 不用sitris 他用什麼 vnware 部署多少 很多的 快2000的 call center 我說為什麼上海 要部署vnware 我真的不明白 他說 上海那邊的同事 技術水平比較差一點 所以學vnware 所以客戶給我的反饋就是說 喔原來 這個sitris的技術 技術質量比較高一點 然後vnware的這個技術水平 不用那麼高 那但是說 在這個sitris來講 本身來講 他是一個好東西 但是你會有些 一個learning curve的部分 那當然你的學習 因為困難的話 你的唯一的管理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講 雲跟端 雲在裡面的機房 端會在哪裡 你不知道 可能在一個building 可能在外面 可能在西巴克 可能在福州的一個工廠 那麼遠 怎麼會暈 如果福州的一個地方 告訴你說 效能不好 請問一下是哪一道問題 是他電腦問題 還是網路問題 還是社會問題 還是VDI收服務沒有調好 你怎麼知道 所以會造成微韻困難 再來一點效能問題 各位 你們發現到說 我現在有1000個用 不在用一台電腦 1000個CPU 每個人用4G的RAM 1000顆硬碟 哇 每個人的電腦跑得嚇嚇叫 那如果說我做個虛擬話 我1000台電腦 是不是代表1000顆硬碟 全部要放到貨台上去 有可能嗎 很難吧 那有可能的話 可能要不少錢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之下 Lail考量到就是 不同的一個作業環境 應該給他不同的一個 均勵化的方式 所以在市場上 我們提供四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 你覺得電腦很難管 但是你又沒有VDI的 那個投資的費用 我們公司 毛山倒是3%5%這樣賺 就太坦 但是我們IT人不多 反正電腦又很多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什麼方案 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Sync Cloud的方案 Dale的Sync Cloud 是X86的架構 有兩核心的有四核心的 裡面的作業系統 你可以選擇 Dale的Windows 7 或者Windows 7 Pro 在作業系統裡頭 裡面可以安裝你的Office Adobe 類似這樣的產品 但是呢 它的特色會是在於說 每一個Sync Cloud裡面 會搭載一個免費的一個Software 叫Wise Device Manager 它是做什麼呢 它幫你做集中管理 以前電腦集中管理要買什麼 Smart IT 有聽過嗎 要錢喔 那Smart IT要活著嗎 不知道 好像最近比較常聽到 那這個時候 我電腦那麼多品牌有什麼管理 我們有一個Wise Device Manager 如果你覺得 我沒有那麼多錢做VDI 但是我覺得電腦呢 好難管 Dale的方案 Dale的方案 再來就是 好不容易公司有錢了 公司希望做到資料不落地 這個時候呢 這個上面的Policy說 IT有什麼方案可以做 這個時候 Dale有一個東西叫做 Dale的VivoSpace 這個產品 就是Dale的Media 基本上呢 就是滿足 針對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應用 我可以幫你做到資料不落地 而且重點是什麼 Law Cost 為什麼Law Cost 軟體硬體都找Dale 你們為什麼買Dale的Servor 是不是 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高間應用 如果你在部署未來虛擬化的時候呢 你會面臨到就是 你的User長出變成200u 300u以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很多User告訴你 好像不夠快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會發現到 剛剛上一位的先生 Simon跟你講Lutanus Lutanus的目的是說 當很多User Asses到你們的後台的訊號 平台的時候 在iho的呈現上 沒有傳統的Storage 沒有辦法滿足 那麼大量的人口 進來Asses 你必須做一個 scale out的架構出現 這個時候 我們POPOS的Mutani 是一個方式 來給各位 來做一個評估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 繪圖的一個作業程序 各位可能都有接觸過 我用 我私的找廠商 在我們的研發環境 去補償VDI 在還補償VDI之前呢 我的研發人員 可能用小型工作站 或是用NOC 或是好的電腦去做研發 那因為公司考量 就是我研發的人員 我也不希望把這設計圖傳出去 所以我要做VDI 但是廠商把你做到VDI的時候 我發現 喔 做VDI的時候也要很特別喔 因為呢 他擦GPU GPU裡面的那個POPOS又很大 那再來就是說 GPU很貴 那像R730 一台機也可以擦三張 一張多少錢你知道嗎 十幾萬 擦三張快五十萬 那台SERVER 可能配備好一點 就四五十萬 八十幾萬 那如果還要不要加HA 兩台HA的話 加幾百多萬 那他那個VDI 軟體要不要算 還沒算耶 就上上去的話 哇靠 比我賣那個電腦工作站 過後 所以我們在研發的環境 也不推VDI 因為不合理 所以我們會推一個 我們那一期新的產品 叫做Volt Station Appearance 它是從原型機的Dale的工作站 7910 昨天發出那個 他原本的各位 可能使用Dale的工作站 過去的做法是 一台機器一個人用 我現在可以一台機器 分點三個人用 要不要VDI 不用 大家有沒有提到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第一種方案 我電腦很難關 我們以前做VDI Dale有個方案 所以你可以選過 WISE的任何一個新產品的機種 裡面免費的售米 WISE Device Manager 這個版本 提供給各位 他做哪些事情呢 Software distribution Software update 國語翻譯成軟體派售 軟體派售 OK 再來是資產管理 你買了那麼多 轉他資產管理一下吧 做一個原因 再來是 Healthy Monitor 國語翻譯成健康檢查 那意思就是說 我到底知道 我現在A user哪一台出問題 但是A user 你要發現他對電腦不懂 他打電話告訴你的時候 你也聽不懂他在行動什麼 你聽 我聽不懂他的明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Check 他那台電腦出了什麼問題 再來是Policy Management Policy Management Policy Management 對很多 user很有用 我們賣給一個台灣 應該算是很大的保險公司吧 那個有一個廣告叫 好險有什麼 那一家 他買了我900多台 做什麼 部署全台灣200多個通訊處 當作是受險人員 來做一個保單的列印 保單跟查詢 他發現保險從事人員怎麼樣 有些是歐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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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水準比較高 有些是會惡搞電腦 所以以前電腦就弄到里里拉馬 所以就搞一個就是公用電腦的方式來做 他公用電腦裡面 就會做到一個Policy Management 做什麼呢 因為有些習慣人不好 會亂安裝軟體 好 就亂裝 所以Policy Management我可以設定就是 當你不管安裝中毒幹嘛的 我Policy原端一遙控 重新開去那些通道不見了 所以客戶就告訴我 所以客戶就告訴我 通發信長告訴我 你這個東西 如果我如果這功能啟動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買防毒軟體 他說看起來好像也是 因為你中毒了從開始就沒去 所以我們的功能名稱叫防血入功能 那再來就是remote的retration 就剛剛我講的 有一些in-user 他就是有些裡面信息龍以上 有些in-user就不太會用 按到你剛按的東西 但是他電話裡面跟你形容的 又形容的不是很清楚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把遠端他現在成績的畫面把它拉過來 然後他告訴他 然後你原來按到的按鈕 然後還出現L 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WDN在電腦的一個 辦公室作業環境來講 其實非常的適合去做這樣的應用 那WDN這個東西呢 他是免費的 主要他進購在就是說 你找一個BM 或是找一個工作單 或是找一個PC 安裝這個免費的軟體 這個時候他就會搜尋 去取所有網路上的WISE的 這個經典型的電腦 去做這樣 通通的一個 我們講做整個assessment 去做這個inventory的check 在這個上面 那講到第二個fumbline 就是我們現在有探奇啊 我要做VDI 我的目的呢 就是要做資料補落地 那Dale這個產品叫做VivoSpace 那來自於Quest 那Quest呢 各位聽過 但是VivoSpace 可能過去沒聽過 但是他有來歷的齁 他2016年就發展 全世界第一套的中美虛擬化軟體 08-09年呢 VNWaveCity才開始出來 那各位回憶到08-09年 這兩家公司在幹嘛 拼命的拜訪你 然後試圖邁移那個虛擬機 對吧 在這個年代 那他的特色呢 就是說他可以提供VDI Terminal Server RBSH APP虛擬化 在同一個軟體裡頭 他同時可以支援這樣的東西 再來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2003-2008的環境 或者有I-16 I-18的Vacation 我都可以支援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第四個就是那個很了不起的一個靈魂 那個靈魂就是說 你要不要做尾韻 你要不要做監控 我有一個Dale的一個產品 叫Quest的Fuckline 各位聽過Fuckline 在Google上面搜尋 Fuckline很了不起耶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家航空公司的廣告 叫ICU 他買這個買好幾百K的 所以監控打每個人家吧 那現在公司很有誠意 把它resize 併到這個VivoSpace裡面 你只要買授權 我送你 你可以做監控 做SLA 做微韻 再來 上面所有的東西 一個console 就幫你搞定 我們的價格是這樣子 做一個很好的虛擬化 我必須跨喊不敗 這樣靠近啦 不然我家的 我用Hot V 你賣我的MNWare 讓我抽獎 我就不可以贏了 那如果說我用pensualization 只要你業界聽過的虛擬化 你必須要給我 必須要可以打過來 那如果你不能打給我 然後你虛擬化 就看起來不open 所以APP虛擬化 還有分兩種 SERVER運算 還是CLINE運算的APP Terminal Server 如果你現在有Terminal Server 我可以把它幣進來 RDSH 或是HOST VDI HOST VDI 你們經常聽的VDI 還有Law for VDI 就是有些公司可以允許 員工帶電腦過來 但是你的原始的電腦不能進行 這個時候可以直入我們一個 叫Mocca File 在他的那台自己買的電腦 直入Mocca File 可以進入到公司的環境 AppPoint的部分 當然你只要叫電腦 只要叫平板 只要叫做什麼作業系統的 我都要點支援 那Day 我本來就是做computer的 所以 所以那種全世界最小的那種檔物 電視檔 你可以連 Sync Client Zero Client 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的意思 不是打蘋果電腦的畫面到台南當公司 這樣違法 蘋果電腦 如果打過去是一個Windows 因為很多人就是比較品味 用蘋果電腦 但是帶了公司之後 公司很不巧 公司的系統是Windows型的 不能連 要怎樣 有一家公司叫什麼 金寶電子音公司 就這樣 那再來就是Lanus Android平台 Lanus 尤其研發單位 平板 Windows 還有這一個卡板 這個卡板是那個 就是浪電 有一個 陽明山有個大學 他告訴我一個名詞 浪電 嚴壽 因為台灣不叫勤儉持家 我的電腦 還可以用 但是他希望變成Sync Client 安裝我們這個模塊那個電腦 就會變成Sync Client 就可以延售 反正運算都在Server端 那所以這個整個端 到這個端 透過VivoSpace Condition Broker 它底層Resource 反饋到Mpoint上面去 那可是當Muse的使用 必須要讓他有一個使用體驗 跟以前用電腦很像 所以有個EOP EOP它是一個功能 他會提到 然後整個Mpoint到這個端 可能很遠 可能很近 可能在建築物 可能不在 有一個buck up的EDI 去做全時的監控 那我們在市場定位是什麼 Dale的VivoSpace 就等同於VivoSpace 就等於Sync Client Sync Client 跟Microsoft RDS 說實在 就是百分之百競爭 所以我們在台灣 也取代了原本客戶 是用VivoSpace的這些客戶 那所以這Dale現在 現在應該是很厲害了 經過昨天的新聞的折騰 好像有一點脫胎換骨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硬體的部分 本來就有它的優勢 再來VivoSpace 現在是Dale的一個智慧商安全 他講的就是說 我可以畫平台 我可以打多種的虛擬化出去 而且我有一個端頭端的監控 而且再來最重要客戶最喜歡的 價格比較優勢 那我們的產品就是從幾個向線出發 平台必須跨 打出去的虛擬化 是各種各類都需要 再來是有使用者體驗 必須做到就是針對USB影音 還有視頻的部分 要做到Duration 大家可以提到為什麼要做到Duration 再來是可以接觸的 所有的Client平台 只要叫電腦都可以接 再來Storage的部分 會提到就是有兩個可以影響到Storage的速度 那Single Image的部分就是說 過去在做Duration做很多Type Link 那我現在只要做一個 我只要Update那個就可以了 我不要做很多空Link出來 就Update很多很麻煩 再來Automation 如果各位的企業夠大 你們現在有IT的Portal 那我們可以Automation一個API的介面 當然你的ITPortal可以做間接 所以基本上我們主要的一個精神就是 就是不同的職位給予不同的一個虛擬化 不是說連那個櫃台的小姐都給他VDI 因為VDI裡面會產生很多微軟的費用 或是主機上面的資源的消耗 其實就是應該給專業人士給他VDI 然後其他的一些CommonUser或TaskUser 你給他APP或是RDSH就可以了 Forbidity的部分 像我這個User Dale的User 所有Sales都上APP 那這一個是我們改善Storage的部分 各位有沒有接觸過Oracle Oracle有一個InMemory的Database 現在還有人叫做Memory Sequel之類的東西 就是在Memory上面弄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專利叫它被Cage 就是將那個我們的SOS 放到的一個Cage或是SNP上台 那我們使用的連線的時間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們如果比較VNwareC3s 誰說一個人要到大概8到10個IoPS左右 我們的話只要到600IoPS 等於一個IoPS只要4個IoPS 這樣的環境是用什麼呢 文書上網 就是文書跟上網的部分 那剛剛講的是連線 那現在要部署 那在我們這個HyperDepoint是一個功能 只要過選的時候呢 如果各位是一個學校的一個單位的話 那你需要一個大量部署 那這個時候做的Matchmark是 只要這個功能一啟動的話 VNware如果部署150個的話 大概花80分鐘到100分鐘 包括Sages 我們只要11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部署 那在EOP的部分Re-direction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使用這體驗呢 跟階級像電腦一樣 所以我們做的方法就是說 讓跟師傅這邊的Talk不要那麼經常頻率那麼高 他只要被授權 所有的動作就在本地端直接出去 所以我播影片也是授權之後 本地就直接看 不用跟師傅這邊來來挖挖 就會造成延遲 那再來就是聲音的部分 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在EOP裡面掌管 就是不同的格式的媒體 在整個外接口的部分呢 就是掌管 就是USB、LED、Video 包括多視頻或螢幕 還有包括Link 這樣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Profile管理的部分呢 那如果說各位走的ADL環境 如果是覺得是特別複雜 那我們可以使用我們Vivocet 整身的一個Profile Manager 一個方式來做這樣使用 那這端的部分呢 那WISE的部分就是特別主動在 另外就是有SyncCline、ZeroCline MobileCline的一個EU 然後在整個Solution的搭配 我們可以依照不同的一個需求 給予不同的一個Device 那所以這Dale的整個桌面系統化來講 當你部署了Dale的Limospaces之後 Dale還有很多的產品 可以納附在你們的Solution 包括其他的監控 包括備份 包括Server Storage 包括像RSA 類似RSA的東西 包括Dale的Case 這些都可以含在裡面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方案應用 是剛剛講的Mutanis 剛剛那位先生三位已經提過了 在VDI裡面 也可以部署在Mutanis 那我們目前在農科的一個架構裡面 包括VNWR的EVO的設備 也包括這個Dale的Mutanis的一個環境 那目前Mutanis 是在整個Software Depends Storage裡面 目前是第一羽台 那如果是各位可以在這個部分 在User數到200、300個以上的時候 其實可以考慮Mutanis 因為傳統Storage 兩個控制器 其實沒有辦法承受那麼多User來練習 所以基本上剛剛提了Mutanis的部分也挺多的 那基本上就是把所有東西 都合在一個Server上面 然後去加速 它是一個線性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擴充 那在VivoSpace跟Upanis 如果兩個東西整合下面呢 基本上是整個Total Cost 可以叫至少27% 如果比較Eason 而且是六倍速的速度 來跟傳統Storage做比較 那這個是VivoSpace在這一個跟VivoWare比較 就是說 我們來講的集縮底 如果VivoSpace的話 它可以到150個 150個User 如果是View的話 但是環境裡面可以到80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集縮底是大了它兩倍 對不對 那再來最後一個呢就是 那就是Dale的一個第四個方案 就是所謂的工作站 以前的工作站呢是一人一台 現在就是我一台工作站 我Share也不同的User在S 那在這個VDI的部分的一個研發環境 那通常來講反而是台灣比較不會的接受 那這個機種呢是原型在7910這個機種做U化 所以它跟傳統機種不一樣的地方是 在一體機的Appliance裡頭呢 會有一個U化的特別U化的程式 這個U化是讓管理者呢可以很快速的方式 讓這個User呢可以得到一個桌面 這跟VDI的管理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一台工作站可以分享到三個使用者 來做這樣使用 所以我原本買三台 我現在只要買一台 我三個人可以使用 那最後呢 如果導入之後 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反應 第一個就是說一個成本的 一個考量的部分呢 我們會明顯的降低 降低就是說 在從客戶的比我們反饋 我們在VDI Software 其實明顯是比較競爭力的 再來是你單一 One Shop Shopping from Dell 你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跟Dell當Dell 你不需要每一家每一家的方式談 每一家方式談的未必會比較便宜 第二個使用者反盤 因為我們有EOP 所有的作業是Redirection Redirection就是說 在本地上就可以運作了 所以它使用的方式會跟以前的電腦是比較接近的 再來是唯運困難的部分 這個我們有VDI 你的圓在機房 你的端在這個VLD或在圓端 這個時候你需要以工具去做微韻 這個時候我們有VDI 去幫你解除這個微韻上的困擾 再來效能問題 因為我們的效能問題呢 我們有提供所謂的hubicage 去imput你的IoPS 如果人多的話 我們有融合的架構去提升你的IoPS 這個部分就可以解決你的效能問題 所以以上基本上就是Dale 整個販動端的一個方案 就是對周面虛擬化 如果各位先進 如果對於周面虛擬化 有更想知道一些深入的內容 可以請洽談你的經銷商 或者你們所之間洽談的一個consells 我相信他會提供很多的一些information 或是甚至上傳服務 謝謝各位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開啟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